中东一直是处于战乱当中的,而自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,中东的局势更加是扑朔迷离。 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,更加是针对伊朗发布了石油禁令,要求各国停止从伊朗的石油进口。 这一举动可以说是要剪断伊朗的生命线,但是伊朗并没有在美国强势面前而妥协,而是强势表示将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,而霍尔木兹海峡是海上石油运输的重要通道。 伊朗此情的目的就是,你不让我好过,那行,全世界都别好过了。 美国也是立即派起研大批军舰赶往了中东海域,并在红海海域,进行大规模高调的演习,同时放话,不会让伊朗做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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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